剛才我講到我拿教練證的時候 我師公就帶我上體育會 當然他指定要練習的東西 或者要教功課的東西 我已經是做到 我不敢百分之一百 起碼都八九十 我一上到去 其實比我的心目中 要過少林的牧人廣 原來不是的 就是黃師傅的師傅 真的坐在那裡 就是黃順良 我走過去跟他說 黃師傅我要怎樣 那當然是虎學雙營已經準備打了 你覺得自己的東西怎樣 你全都學了嗎 咦 我怎麼會這樣 好失望 然後師傅就跟他說 梁哥 這個應該可以了 他就很快簽了 然後他講了一句很有力的說話 這張證書自己得來不容易 自己好好珍惜下面的東西 如果這張證書我操得那麼辛苦 你突然跟我說 學了一點是不是 這樣我都很失望 但是如果我現在這樣的年紀 我一想起 原來這張證書的份量 當然這張證書 簽了給你 是在泳春派的體育會裡面 承認你的成就 但是我覺得這張教練證 真正的力量就是 在我們自己本人的心裡面 怎麼看這張教練證 如果你是不行的 就等於剛才你說的 我不如去買一張 原來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這些教練證 如果在我們那些人裡面 我們是很珍惜的 其實我們都想找泳春聯會回應一下 我找過閃國林師傅 但是他的秘書就說他不再講 可能都忙了 如果有其他的泳春師傅 或者泳春學員 有興趣都可以打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另一件事我就想問 講完全成人 大家可能五年都未必列到是哪位 不如我們落下一個議題 如果建議名單 明年初就能夠出到 譬如很多不同的項目都說 希望將來我們推廣就會做好些 譬如剛才周興華館長 文化博物館長說 譬如怎樣保護 我們會不會出書做一些展覽 兩位其實你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泳春發展的推廣 做得夠不夠 或者是黃師傅先說 很多文章不是太夠 亦都偏向了葉敏系下面的徒弟的某一邊 這個是對我們每個人集泳春來說 其實有些意見 為什麼你經常推廣都是那邊 而我們又覺得他不是最好的那個 但是你又沒有提過其他人 反而那些就很靜 即是沒有什麼宣傳 你覺得是政府幫得不夠 還是政府偏向一邊 政府很多方面 一他未必清楚 就算你推廣 二 就算你幫我們教權的人 那個租金已經很厲害 為什麼我們那時候說 那些人要過到外國學 因為外國租平 他的館又夠大 你香港找個地方大一點的 有什麼資助你自己搞定 那收學生就說容易 但是你留學生也不是太容易 但是政府那邊就是 我會覺得他們 你喜歡做就做 當然有套戲出來了 那他就順之意 推廣一下 等多些人來 但是真正他有沒有明白到 究竟泳春裡面 是什麼回事 究竟是什麼人的 我想真的未必清楚 謝謝大家